开学有一段时间了 跟同学们越来越熟悉了 这段时间我们每周五都有一次外出拍摄 第一次去的是位于PEI北部的 Barkley Beach Stanhoe Beach这一带 这还是来岛上第一次去比较远的海滩 这里都是细沙滩 风浪很大 经常看到海鸟在海浪冲刷的地方寻找食物 同学们都拿着相机在寻找拍摄的景物 开始的时候总是想着要先把assignment拍好 但后来发现 其实你一边欣赏风景 assignment也就拍出来了 当前去的第二个地方是Stanhoe Beach 这里有座桥 天气好的时候风景很不错 海水石淡淡的蓝色 最后去的附近的BEI Nesdow Park 我还在树林里找到了树梅 在这里走走看看湖边的风景也是挺不错的 最近闲暇的时候又添置了赶海的工具 在住处附近的海域赶海的收获还是挺不错的 刚才我看这里吐泡泡了挖出来一个撑子 但是挖断了 这是刚挖出来的 这颗挺大的 这个大牧力还是挺大的 先放斗子里 哎呦 我这个气墙在挖上那个产的老好使 我现在发现诀窍了 这个是壳 你就在地上走 这又一个好的 挖出来以后用手掰一下 掰不开就是活的 掰开了就是死的壳 我发现这个东西你挖到一个以后 就是一窝呀 你就接着往旁边挖它还有 完了 撑子挖坏了 挖坏好几个撑子了 哎 哦 一个大的撑子又被我挖坏了 我发现这个撑子这个东西很难挖的 搞不好就坏 这个柳子挖挺大的 我终于挖到了一个活的撑子 一个没有挖破的 哎 刚刚走了好半天没有挖的东西 终于给我来一个 这里能挖到一个好吃的 其实也就是撑子 大蛤蜊和牡蛎了 品种比较单一 偶尔出去挖一次还可以 非常大 哇 架出了 哇 捡了一个大的自己躺在这 非常大 看 Holy shit I got a very big one very big crab 哈哈 Got you Come on Yeah Big one very big one 哈哈 其实在这个水里面肯定有螃蟹 在这个水草的区域 这里的螃蟹不好吃 后来知道也不让抓 之后就再也没有抓过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见 哎呦 都比较大 这个 撑子是在 在地上躺着的 不用发现了 螃蟹 你看 这怎么 没什么活气呢 螃蟹 螃蟹 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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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